土耳其官員說該國西北道黑海省份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數上升至77人 救援人員仍然搜尋幾十人,他們被報告失蹤 洪水在上星期開始原因是暴雨、建築物和橋樑被毀、道路和電力基礎設施受損 災害及應急官員說,星期一仍然有三十多個村莊團電 災害及應急管理局表示,自從洪水開始以來已經有二千多人重授災地區設立